謝謝主席,有請部長,有請顏部長 吳委員好 大家早安,大家都辛苦了 我們就切入重點 推動性評,防治霸凌,而且要落實情感教育 這是我今天質詢的三個keyword 也是三個不同的層面 但是都相關好下頁 我有幾個我的提案 我也事前都跟司長做討論 但我還是在這裡做出公開的一個倡議 為了防避有些學校私下的搓湯圓 希望我們要強化對於很多私涉刑場 私下的在法治外所規範的性評 應當組成調查委員會 另外額外自行處理的這一類 我要求入法 所以我才提出二十一條第三項的版本 那我也跟司長做了討論 我願意著作文字的修正 學校不得令社其他調查機制 違反者其調查無效 我想這個我們就能夠順利來入法 防避現在已經發生的私下搓湯圓的狀況 好下一頁 個人的提案也在三十六條第二項 也就是罰則的部分 我針對富有保密義務也好 或者是有沒有去遵守一個 性評調查機制 我都希望加重罰則 那這個跟私立討論 也許在罰則的部分 認為我罰的過重了 那我就交由委員會 大家一起來共同來審議做出決定 但是精神上我認為要提高 才不會讓學校不痛不癢 好下一頁 另外除了罰則 其實我們有另外一項非常有用的政策工具 在私校的部分就是補助款 我們在過去幾個讓社會震驚的 性評案件裡頭 譬如說府仁大學 我們動用了這樣一個武器 罰了學校四百萬的補助款 我想這就是一個讓學校痛 讓學校知道 他必須為自己的調查不力來負起責任 我希望這個不是無限上綱 常常在啟用的上方保健 但是除了入法的性評法的罰則之外 補助款也是一個有效的政策工具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可以對府大罰了四百萬 扣他的補助款 那不叫罰啦 就是扣他啦 那中州科技大學 我們可以扣減他一百萬 這都遠比我剛剛在說的 三十六條的罰則 都已經是十數倍以上 這就是讓學校痛 他懂得去尊重現有的法定的性評程序 所以我會做成一個法案的附帶決議 除了在罰則之外 必須要善用我們 私校法所授權的 現有的補助款機制 我想這三個本席的提案 您是不是都同意 對我覺得這個方向是 抓住了整個事情的重點 不管是誘因或者是嚇阻的面向上同時 好 那我們在審議的時候 就希望看到教育部積極支持的一個立法態度 好 下一頁 一定要強化的是情感教育 部長談過戀愛嗎 對不對 有沒有碰過恐怖情人 不好講 這就是台灣人 面對情感永遠不好啟齒 其實我就要突破這件事情 我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看看而談 我們過去的情感經驗 無私遙碰過恐怖情人 這在我心中也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陰影 我們要勇敢的能夠去面對 然後懂得去處理 但是在教育都沒有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說 情感教育做得多失敗 天下雜誌 今年就做了這樣一個專刊 失控的愛 台灣的犯罪率在下降 但是感情自殺或殺人的案件 卻是上升的 這是一個警訊 衛福部的調查顯示 以2014年來講 我們的親密關係的暴力案件 已經突破6萬件 平均每天我們每一天 就有160件在發生 6年當中突破30%的增加好下業 這也是天下雜誌做的 新的文明病就是為情所困 而不知如何去療癒它 所以現在的自殺原因 這個表格是衛福部統計的 國人的自殺原因 最高的一個項類就是感情跟人際關係 而我們的台北市的自殺防治中心 我是來自於台北市議會 我特別關切這個數字 台北市的自殺防治中心也做了 讓人家讓我真的覺得非常驚心 聳動的一個調查 20到49歲的青壯年的自殺 企圖自殺的比例 原因64%來自於情感 這是企圖自殺 而真正去走上自殺之途的 為了愛情而自殺的比例高達63% 所以我們的情感教育要強化 下一頁 這些都是這半年來 20多起的重大情殺案 潑酸的勒幣的肢解的 砍殺的 半年二十幾件 我們的教育 一定要對情感 情感教育的部分的下手 下一頁 所以在性貧法裡頭 我們性貧法的施行細則13條有授權 必須強化情感教育 過去在國教端9年一貫 是有要求 在性別的人際關係上 是要做處理的 現在邁向12年國教了 9年一貫當初有的 現在一定要升級 下一頁 謝謝 我們的課程委員看到問題了 所以今年9月審完課綱要求 將情感教育納入綜合領域 然後從國小開始我非常支持 而且責成 領綱研修小組即刻來研議實際的教學內容 我感謝我們的課程會 完成這樣重要的情感教育在12年國教的一個重要的精神 而且實質的作為 好 下一頁 但是我要跟部長說 這個是民間10月7號剛辦完的高雄父女新知協會辦的情感教育學生論壇 為什麼對學生辦 因為我們縱使有9年一貫 我們縱使有12年國教希望能夠加強情感教育 但是方向都不是針對學生為主體 因為都是針對教師的真能 而且都只強化在高教端而沒有國教端 所以父女新知協會辦的這個是針對16到18歲的孩子 不是高教的孩子 請孩子為主體 你來談談你的戀愛經驗 這就是民間先做 因為政府在教育端並沒有被落實 所以我點出問題情感教育 第一個要向下延伸到國小國教 而不是只著重高教 第二個我們要翻轉不是只針對教師的真能 而是要落實在學生他要受惠學生要有感 好下一頁 這就是我說的 過去國教到高教 都多數是在教師真能辦辦研討會啦 教你怎麼寫教材啊 但是沒有落實在教學上 好下一頁 高教的經驗可以複製 可以複製 我很快的跟您報告 情感教育的高教經驗 我們每年都有七八百萬 到一零七年甚至高達九百六十四萬 非常好 有專款寬列預算 而他實際作為有開設課程 大學跟技職都有開設課程 以一百零六年度來講 學生有十二萬學生在大學 十二萬學生在技職 都去參與了這樣的課程 有高達各有兩千三百多門課 跟兩千五百多門課大學跟技職 這就是落實在課程是學生上到的 舉辦活動 我們每年都補助了 一零五年補助三十七案 一零六年補助三十四案 一零七年補助四十三案 我們補助學生辦電影會 讀書會 都要落實情感教育 這就是對的方向 還有增進教職員的知能 當然有 因為我們的政策工具就是強化補助 所以我們情感教育在高教端有五個方案 開設課程 協助學生主辦活動 增進教職員知能 強化宣傳宣導 跟健全輔導機制 都有關切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向下延伸到 國教端的作為 可以copy我們的高教經驗 您同意嗎 我剛才一直點頭 我覺得這個方向很重要 情感教育不是像 我上一次在另外一個部會 推動糾纏行為法 那樣發生事情的時候 之後的處理 而是在前端教育部分要能落實 所以前端要向下延伸 而落實更進一步的向下延伸 國小國中 而且不是只有老師徵能 沒有錯 以學生為主 而且情感教育本身就是我們一般講 知識 能力 態度裡面的 能力的部分要怎麼樣去處理人際關係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認同這樣的方向 我希望可以看到你們兩個月內 提供給我國教端的強化精進的方案 提供給本席跟委員會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市長委員 今天的質詢也是本招委也非常認同 事實上部長